硬碟分割工具介绍 目前您看到的是使用NTPC ISO档 所制作的开机随身碟启动的Linux Mii D47版 在我们要安装作为系统之前 可能现在必须了解一下所谓的硬碟分割区 在多数的人家里使用的电脑 可能都是以Windows为主 Windows 7或Windows 8 假设你要在Windows 7或Windows 8底下 安装Linux做系统的话 您最好能够先切出一颗未使用的分割区 让我们的Linux做系统方便进行安装 如果您不知道如何切割一块未使用的分割区的话 你只能选择说把整个硬碟都用Linux取代 那这个大概都不是大家想要操作的部分 好那我们怎么样在安装Linux做系统之前 先把硬碟切割出来一块未使用的分割区呢 如果你熟悉Windows的话 你可以使用Windows的工具 可以搜寻Windows压缩磁碟区 找到一篇一点通如何在Windows 7中动态调整硬碟空间 好在Windows底下Windows 7或者Windows 8的话 可以使用类似的方法把你的硬碟挪出一块 还没有使用的分割区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Linux做系统 它会自动搜寻到没有使用的分割区 然后自动安装在那一块未使用的分割区 好那在Windows底下呢 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文章里面所提到的方式 去调整你的硬碟空间 好保留一块未使用的分割区 进行我们的Linux做系统安装 那如果说你已经使用了像我这个 Linux的开机随身碟开启之后呢 你可以使用Linux的工具 好去做调整 那怎么操作呢 你可以到选单 好搜寻 G-PARTET 好G-PARTET 好这个硬碟分割工具 好那密码呢 在我们这个NTPC的I-Storm 就是NTPC 好如果你是官网的话 它可能就跳过去密码的部分 好我们核对 好那目前呢 那我们有两个硬碟 SDA是系统里面的第一颗硬碟 那SDB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随身碟 4GB的随身碟 那我们来进行对第一颗硬碟的操作 好第一颗硬碟呢 我们可以看到蛮复杂的 它有前面两个分割区 第一个是Windows的Windows7使用的系统碟 那SDA是资料碟 也是Windows的NTFS的档案系统 那下面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目前电脑教室的电脑 好的分割区 有两个SDA6跟7都是使用Linux的作业系统 好那各位在家里使用的电脑的话 不会那么复杂 好那我先把这些分割区移除掉 好我先把这个停用 那往后会介绍这些分割区的意义 好 好删除 好把每一个分割区 好那通常呢 各位家里的电脑里面只有SD1 SD2 那不会有这个未配置的 那如果说有一块未配置的话 那就很方便了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调整 好那在安装的时候 Linux会自动找到这一块未配置的 然后把我们的系统安装在这一块 好那你也不需要去做切割 好那往往呢 我们在家里的电脑 并不是这样子 会保留一个未使用的分割区 好可能是 我把这个分割区全部使用完 好那我们家里面的电脑呢 可能只有第一个系统叠 好第二个呢 是资料叠 那这个没有所谓的未配置区 好全部都用光光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调整呢 使用这个G-Party的做调整呢 好一样的 我们把资料叠 好我们现在已经使用了88MB 那未使用的还蛮多的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你的使用的未使用区 好至少保留50G到100G 给我们Linux使用会更好 好怎么做调整 好按滑鼠的右键 好调整移动 好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我们保留大概50G 就50G左右 或者是100G左右都可以 好这边只是操作个例子 好我举例 我保留100G左右 或者是你直接输入数字100G 好100G就是100加 后面加三个0 好那我们就按调整移动 好那你可以看到 它目前已经有调整出一个 大概97GB的未使用空间 那你调整好之后呢 你要按一下这个动作 套用所有操作 这样子的话 它才会真正的进行 把硬碟分割去做一个改变 好那在这边的操作 大家可以在电脑里面试试看 记得你可以把你的资料叠挪出一块 利用这种方法挪出一块 未配置的地方 然后我们最后进行套用所有操作 好我套用 好那套用的时间长短呢 跟你的资料叠使用量 里面的硬碟以及使用的空间大小 有关系好关闭 好这个时候我已经把我的硬碟调整好了 变成第一个系统碟可能是window7或window8的 我不动它 这条碟呢我给它调整过了 好挪出一个100G的空间 等下呢我们可以进行安装 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关闭了 好记得你最后一定要按那个动作套用 那再来呢我们怎么样启动安装呢 在我这个NTPC的例子里面呢 请你到选单 管理 好安装Linux Meet 好那在安装的部分呢 我们下个单元再介绍 好那如果说你的桌面上有一个安装Linux Meet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选Icom 好如果没有的话请到选单 好管理 好安装Linux Meet 那如果说是官网的ISO档的话 好桌面上就已经有个安装的Icom 好那硬碟分割工具 那先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好记得一定要使用硬碟分割工具 让你的硬碟切出一块未使用的分割区 这样子呢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会更方便 好那这个单元为各位介绍到这边